屏東車城滿風訓練場 一早就下起大豪雨 但國軍弟兄 還是依計畫 進行年度的天雷操演 散發重炮射擊 精準地打中海面上的目標 而隨著天空慢慢放晴 國軍的動作也更加迅速 裝彈填火藥 緊接著再度發射 本次重炮射擊 是以155榴彈炮為主 軍方說 儘管天候狀況不佳 但整個上午的實彈射擊 成果非常優異 人對我們的進化 也不見得會看天候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各種天候下面 我們都必須要能夠達到軍演的目標 這才是超級勝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台灣要做實彈射擊的軍演的時間 跟場域不多 所以我們都會非常珍惜 能夠有實彈射擊的機會 而這一段期間 正值中共圍台軍演 兩岸情勢緊張 這場反登陸的演習 也是要驗證國軍的實力 是我們例行性的訓練 我們並沒有因為這次的共軍的演習 做了任何的調整 我們國軍保衛國家的這個信念 是一直存在的 所以我們會不斷的行軍訓練 增長我們自己的防衛能力 來守護這片的國家 雖然是既定的操演行程 但軍方強調 會做好戰備準備任務 絕對會保證台灣的安全 好 我們看到今天我們的國軍 是在屏東的車程 還有仿山一帶 進行這個天雷操演 不過我想先來請教一下明佑哥 因為確實現在中國 還在進行這個軍事演習 那我們這邊也在做天雷操演 當然會給大家很多的聯想 不過國防部是告訴大家說 這個天雷操演 其實是年度訓練 早在7月份已經公布了 可是真的啦 大家因為同時間 中國也在軍演 我們也在天雷操演 那這一次我們的天雷操演 主要是想要展現 我們台灣的國軍 哪一方面的實力呢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在反登陸的方面 因為我們知道說 如果中國射發所謂的導彈的時候 它破壞的可能是 對於台灣周邊 包括美國 日本相關的防護 或者是資源 它一定是先去阻斷了資源之後 再來就是搶登陸 所以你看這一次 為什麼天雷操演 我們在第四作戰區的時候 會受到那麼大的一個矚目 其實大家如果有注意的話 這個季節其實去到仿山 封港那部分 你大概都可以 每年都可以聽到這個炮聲 但是我要講的是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因為大家會非常注重 是因為我們在看到 我們的小琉球 南方 西南海域 你看8月4號到8月7號 中國在那邊實行 所謂的實戰演習 你如果直線劃過去直接就到仿山去了 所以我們國軍剛好在這時候去展現什麼 我反登陸作戰的一個能力 因為中共一定是派遣軍艦到台灣的周邊海域 不管是24海裡內 他可能派小艇要攻進的時候 那就要展現出我們國軍是不是在那邊要搶灘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利用我們這38門炮能夠把它擊滅 這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的一件事情是 我們從天雷操演 為什麼大家會很注重 或者是最近我們周遭國家也開始在做聯合的軍演 不管是中國要退回渤海那邊去 再繼續做所謂的演訓 為什麼 因為中國從8月4號到8月7號 在我們台灣周遭七個區塊進行所謂的實戰演習裡面 包括導彈的射程 經過台灣的台北的天空一樣 受到國際非常大的一個矚目 但是各位或許最近的新聞氛圍都非常擔心 感覺說阿公好像黏米又打來 阿公黏米你看他就在海峽中線那裡 你看他最近派的21架次從我把它計算到昨天為止 派的蘇凱三十 殲十一 殲鴻七機 還有殲十六 卡二八反潛機 21架次經過我們的海峽中線 這個是非常非常挑釁的行為 所以昨天才有看到好像有迷迷之音 好像是一般的這個航空機師 在跟中國的軍機上面叫囂 對 在對嗆 對 在對嗆 我要跟各位講 其實我不認為中國敢對台灣 做太大激烈的一個所謂的實戰的動作 這個都只是在一個挑釁台灣跟美國關係的一個範圍 但是我要講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你動作台灣真的很軟 其實台灣的軍力是很強的啦 因為台灣的軍力其實非常強 所以有人說國防部這次應變得非常快速 因為我看昨天政戰主任出來講說 中國派什麼軍機來的時候 我們都是用對等的軍機升空 然後開始對峙的 所以你可以 而且你看總統還特別下指令 我們的F16從現在開始都掛彈 所謂的掛彈就是你真正造成所謂軍事威脅的時候 我會馬上反擊 但是台灣的立場從來都不是挑釁的一方 我們都是守的一方 像昨天我們看到馬祖發了第一炮彈 是什麼 信號彈 為什麼 因為有所謂的不明的亮點出來 我們馬上就依照我們的執行的SOB發的信號彈 所以中國在這一段時間挑釁的動作是不會停止的 但是我要呼籲國人一件事情 為什麼很多人開始擔心 然後我們在這裡評論好像很心平氣 好像你看一樣 很簡單一個理由 因為中國現在是為了他國來 這個二十代是準備奠定習近平第三人的基礎 所以透過佩洛西的訪台之後 故意去挑起所謂的美中關係 那台灣就變成夾心平 因為我們畢竟在第一島鏈 但是美國一樣派遣相關的應對 在我們的周遭海域 這是一個事實的行為 所以第一島鏈 這個島鏈是不可能被所謂的中國突破的 而且對美國來講 他說台灣就是永遠集不成的這個航空母艦 那加上台灣現在在島內的 包括天公愛國者等等 他們相對的武器是 我們是非常足夠的 各位不要忘記 我們是非常低調的一個國家 因為我們的對空的防禦 在全世界是數一數二 所以中國也不太敢去過度的 譬如說真正的飛過台灣的中心點 他只能插邊球 去到日本的經濟海域 你看那個話出雲出來講什麼 他說台灣沒有這個所謂的海峽中線的問題 最扯的是什麼 他告訴日本 美日沒有所謂的經濟海域的問題 他等於是什麼 只要突破了台灣這個第一島鏈 或者海峽中線 侵略的就會是日本的經濟海域 那對日本的主權就會造成影響 所以安倍在世的時候 一直在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台灣有事 日本會馬上有事 日本會馬上有事 那就會行動 這位告訴各位 在這一次 真的中國 澳洲人電影 但是我們也可以很清楚看到 他們把台灣圍起來的方式 就是這麼樣的一個戰略模組 那這個模組 未來會給白宮参考 未來會給台灣的軍方做交流 會給包括我們在東北亞的相關的 日本 韓國等等 做所謂的防護動作 這個動作非常重要 因為中國因為被逼到一個極限 獻出了所謂的原型之後 反而是增加我們對於 每一次在軍演的時候的 戰略演習的模組 就會非常清楚 所以這一點呢 我還是要呼籲國人 要對國軍非常的有信心 你這個西尊 不分朝野 不分藍綠 大家都感謝國軍 在我們的上空海域 來保護我們台灣自己的國土 對 我們的國軍真的很辛苦 不過另外一方面來看到中國 他們現在到底戰略是什麼 這幾天這樣下來啦 溫大哥 其實台灣人都會有一種感覺 中國到底是有玩沒玩啊 他們本來8月7號的中午 中國官方的新聞說 軍演已經結束了 可是東部戰區一個小時之後 又宣布 繼續在台灣周邊要實施 這個聯合演訓 而且還說在黃海跟渤海操演 時間長達一個月 這黃海跟渤海到底在哪裡 我們用地圖給大家看一下 原本最先8月4號到8月7號 中國說要鎖台軍演在台海的周邊 後來又加碼說現在在黃海的南部啦 渤海有可能喔 這個軍演的時間10天到一個月不等喔 所以這個溫大哥現在中國是怎麼回事 欸 這邊其實是離日本跟韓國比較近的地方欸 中國現在是怎麼樣 他除了對付台灣 連日本也要遭殃嗎 基本上啦 他是照著培洛西的路線 各位看培洛西第一站是先到新馬 那從新馬再到台灣 台灣再到南韓再到日本 所以跟那颱風這樣 就這樣掃 那他其實也是要給 美國的一個下馬威啦 因為他如果說在渤海 東海在那邊演習的時候 離台灣真的是天高皇帝 那有夠風啦 你看他根本就在朝鮮半島 到山東半島中間嘛 是啊 對不對 你說那邊金長是東北亞在緊張 台灣其實啊 電腦那麼沒有 應該也有一點 有一點 事實上那個平昂 這個金正恩他也是有放掉 他說你美國佩洛西來跟那個南韓大統領 要勾結 所以大統領不見面 但是呢 他也是要不要放他 因為我們看到北韓 他也是講話講得很重 但是只是嘴巴講 沒有像中共 中共他就要打下去了 打下去之後 說起來啦 剛才說那個 風港那邊的金援 風港這個金援 事實上這是一個例行性 因為這個地八軍團 這個火炮 他都固定 每一年這個時間 七月初就已經公佈 所以中共會跑來臺灣金援的時候 講實在話是變成 他們是來插隊嘛 對不對 我們早就公告周知啊 而且每一年都在這個時段 基本上都在中原坡道進行啦 所以今天到後天 拜五就中原坡道了嘛 所以今天打了之後 為什麼這樣 打的時候那 風港車程啊 塞頭啦 這些有的民房的那堂啊 窗戶會震破 震破 所以 意思說中原坡道進行 大家演戲演完 要背就背 這就是一個例行性 所以不是衝著中共 中共反而是衝著臺灣 他們都要放掉說 十大突破 說這句實在啦 那是連銷的啦 因為怎麼說 你這一些經不起檢驗 你說你跨過海峽中線 OK 你跨過海峽中線又怎樣 也沒什麼 你只是紙老虎啊 對不對 你跨過海峽中線 這句拍攝 那中共每天那個民航機 每天如果飛到松山機場 飛到桃園機場 不是跨過海峽中線 對不對 現在怕頂頭的民航機裡面 都是解放軍 所以大家沒必要怕說 阿強剛才說一下稍微啦 因為只要看一下日本反而比較緊張 因為日本你就可以看得到他們 他們就覺得說這個已經是本島攻擊 訓練 混聯 吹你 開始在那裡 自己這樣 好像六個地方 再加一個地方 七個地方 把你整個都圍起來 坑起來 過去的 沿蟹群的平潭島 我們都會接一九九六年 一九九五到一九九六年 那個江澤民坐鎮到平潭島 他就在那裡看文攻五好嘛 七坡 一共進行的七坡 時間長達 將近大概三百天 台灣人有怕嗎 前線很緊張 那個時候的金門 馬祖 尤其是西局島 都傳聞說要被拿下來 所以所有的VBC啦 讀賣新聞啦 大家都遭到西局島 結果去那裡也是 沒辦法沒一隻 所以 為什麽要這樣 我是覺得說 阿強啊 他對這個培洛西 這個 到台灣這個事情 他是相當介意 他覺得這是一個訊號 而且最新的報導出來 各位真的有看新聞 新加坡自己承認 當培洛西到新加坡 拍板決定要往台灣去的時候 他們已經知道 美國跟中國 已經傳在等 都有所準備 對 就是說 你要結束 因為你已經講好 你要四天演習 美國不是 好像說 我是奉陪 那奉陪的過程裡面 實際上就是雷根 雷根後那時候就開始進駐了 雷根後這個說起來 現在最高會見到台灣海峽 這個大概是破紀錄 因為之前都是在菲律賓或者到琉球 或者到橫須後 然後現在才有的東海南下 現在又靠近琉球 然後大概準備 經過我們的彭佳嶼 然後死路台灣海峽 這也是要做給中國看的嗎 阿強啊 他有我頭牌的 這個遼蓮的 遼蓮後我都叫遼蓮 這是烏克蘭不要的二手艦 只要兩枚雄沾飛彈 有的這個紅色的這個區塊 馬上就打倒 而且不要說遼蓮後或山東號 山東號是他們做的 第二艘航母 這兩艘都是傳統柴油動力 所謂傳統柴油動力 什麼意思 七十二小時 如果沒有補給的時候 他就變成箭靶 他不定不能 不像美國這些都是核潛艦 核動力核航母都是核子 所以他不需要說 要靠岸補給加油 或者靠運補艦 所以整個狀況看下來 新加坡他他會緊張 為什麼呢 各位大概不了解 新加坡就在我們這個 現在封港這個地方遠徐的地方 還有星光部隊 有星光部隊在操練 不是只有國軍 星光部隊到現在還在 恆春半島在訓練 日本最緊張 日本因為他們認為他們最新的版本出來是說 他們這出來根本就是準備要徹底解決掉 釣魚台問題 為什麼他日本人的判讀你發射五枚這個導彈到我的EEZ 我經濟海力 然後日本被迫宣稱導彈有經過台北上空 導彈經過台北上空還沒得一拜了 馬英九時代都就有了 因為那時候演習的時候就已經大家都知道 所以日本因為他要說 所以他在透露 這透露就是什麼訊息 日本比台灣還緊張 所以美國也比日本更緊張 這次軍演連日本都跳腳 邀請趙偉杰議員 我們剛才看到的是 中國他不斷在加碼他的軍演 甚至想要拉長這個旗線 目的就是希望台灣人心生畏懼 可是我們看到接下來他在黃海 在渤海附近 也要實施軍事的演習 這看起來像是變相在懲罰日本的感覺 議員 當然我想這一次 因為裴若曦突然間來到這個台灣 那也讓中國大陸 其實他們可能在內部的評估上 或許覺得說他應該不敢這樣子 這個公然的來到這個台灣的一個 這個土地上 那結果最後確實還是來了 來了之後他只好 我想大家也知道說看這個新聞 最近中國大陸自己內部 除了他的二十大即將開始以外 他們內部也有他們內部 其他的經濟的一些狀況的一些問題 等等的 所以我覺得他為了要這個穩定 自己內部的一個這個壓力 所以他也不得不 其實我覺得說 尤其像這次很多的報導 就講說好像感覺台灣民眾 似乎已經麻痺了 這幾天一樣在過情人節 即便這個飛彈飛過了上空 情人節照過 然後父親節照過 然後那個日子照走 然後這個沒有特別的一個感覺 當然會讓人覺得說 是是就當然很正常說 這個中國大陸就一向就是這樣指老虎 我想他也一向以來都是這樣子 我想恐嚇這個台灣的這個民眾慣了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已經是老調重彈了 就覺得不以為意 當然我覺得說 不管是他這次的軍事的演習也好 或者說經濟的風水也好 包含他禁止很多慢慢越來越多的項目進口到中國大陸 那未來試圖想要利用整個軍事的威嚇 包含經濟的一個阻礙 讓台灣的民眾去屈服這件事情 我常常講 其實過去在跟很多的兩岸的交流的時候 我們也常跟他講說 其實你這樣的做法 只會讓台灣的民眾 對中國大陸更加的反感 其實對於兩岸未來的發展是完全毫無幫助的 當然我想中國大陸他未來他一直以來他以黨領政 他必須用這樣的一個態度 不管是這個什麼一個中國的原則也好等等 或是無視於中華民國存在也好 這樣的一個態度 來面對我想整個台灣兩千三百萬的一個民眾 所以我想民眾 當然對於中國大陸的這個好感度越來越低 包含我想整個從這個新冠肺炎以來 整個全球對於中國大陸似乎沒有太大的好感 所以我講這一次當然我們都認為這是例行性的 包含我們的可能我們的演習也是所謂例行性的 就算不是例行性的我覺得也好 也要穩定我們台灣的軍心 知道說我們還是有這樣的一個準備 有這個反制的一個能力 也要提醒我們的民眾 雖然說照樣過節 但是我們還是要居安思維 我想我想這個烏克蘭的事情也是因見不遠 很多烏克蘭民眾認為當時不會打 就還真的打了 所以我覺得說不管區域的這個狀況怎麼樣 台灣的民眾也要還是要自己的一個主要的防衛的能力 面對中國大陸這樣的一個無理的一個要求 或者說無視於中華民國存在要求 我們還是要適時的展現自己的主張 讓他知道說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一個國家 我們看到在中國宣布說要這個加碼軍演的同時 我們台灣我們的國防部國軍是全面戒備的 另外外交部長吳釗燮 今天也是親上火線 召開了一場國際記者會譴責中國這樣子的惡行惡狀 我們稍後回來一次來看